大雨说来就来 我们设置组刚到这里 就碰到了一支五龙队伍 敲锣打鼓的冒雨前进 似乎正在举行一个活动 是什么活动如此重要 以至于人们可以方语无阻呢 经过了解我们才知道 这里正在过当地传统的祖宗节 祖宗节是当地人祭祀祖先的节日 虽然不同性的人家 过节的具体日期不同 但在节日这天 过节的人家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 祭祀祖先 同时召集所有的亲戚朋友 聚在一起共度节日 他的隆重场面不亚于过年 高田镇川岩村的村民张景山家 过祖宗节的时候 也准备了不少东西 公鸡和松高八是当地祭祀活动里 规格很高的祭品 代表着他们家对祖先的敬意 在烧香敬酒后 张景山燃放鞭炮 告知仙人祭祀活动的结束 祈求祖先对家人的护友 和别人家不同的是 张家人在家里的祭祀活动结束后 并没有开始聚餐 而是将供品装在了篮子里 在张景山母亲的带领下 走出了家门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的 跟随张家人 我们来到了一棵大榕树旁 原来他们来这里 是要举行另一个单独的祭祀仪式 而祭祀的对象就是这棵树 这是一棵外形奇特 既是逼人的大榕树 五六个人才能核爆的树干上 盘根错节 藤蔓缠绕 密密麻麻的树枝向四周延展 折盖出一亩建方的巨大树荫 大树的根起伏不定 相互缠绕 像根根血管在土中若隐若现 透出一股沧桑 红色的榕果点缀在树叶之间 又让大树显得生气勃勃 那么这棵榕树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它能享受到和张家祖先 一样隆重的待遇呢 季娘会保护你 腰痛也会好 保护你学时进步 轻轻向上 除了载营狼 通过张景山母亲的话 我们才明白 这棵大榕树 原来是他那对双胞胎孙子的干妈 当地称作季娘 拜祭娘是杨硕特有的一个风俗 也就是根据孩子的出生时间 任一个和他生肖相当的干爸干妈 希望孩子能被保佑 顺利长大 好玩吧 在我们的印象中 干妈应当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形象 没想到在这里会是一棵树 不光是树 在当地岩石等其他一些认为和孩子 命想相符的东西 也可以被认作季娘 为什么这些人会把看起来 与人毫不相关的石头 大树和孩子的命运联系起来 原来 杨硕拜季娘的风俗 源自过去人们所重信的阴阳五行思想 过去的人们认为 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 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 只要其中一种缺失 都会造成不平衡 反映在人身上就是身体多病 甚至命运坎坷 当地人认为 五行中缺木的孩子 必须任数位再生父母 以求补缺 若是命向脆弱 还要寻找如山石等坚硬之物来避免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孩子的成长平安顺利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种过去对自然界神秘力量崇拜形成的风俗 现在更多是大人对孩子的一种祝福 据说 以前拜祭娘的风俗 在阳朔非常盛行 这是阳朔的徐悲鸿故居 1935年到1938年 国画大师徐悲鸿 定居阳朔期间 就在这里居住 听说 刚到阳朔时 他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 于是 一位当地人给他出主意 让徐悲鸿拜树为祭娘 来解恶去困 传说 后来徐悲鸿亲手栽下了一棵桂花树 并认为祭娘 最终境况得以改变 徐悲鸿是否拜了祭娘 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下 人们通过种树来改造生活环境 调节心情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却是可以理解的 面对一棵郁郁葱葱 充满生机的大树 谁会没有好心情 故事的真伪如今已无法考证 但拜物为祭的风俗 在阳朔的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如果说五行缺木 需要任树做晋阳 那么在广西这个气候湿润 植被众多的地方 为什么偏偏榕树 就被选中成为祭娘呢 广西是个多民族的地区 长久以来 在这里居住的壮 瑶 苗等民族 都把树作为图腾进行模拌 在各民族的传统中 榕树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 高大壮实的身形 根系发达 枝繁叶茂的特性 很符合人们希望长命百岁 多姿多福的美好乱往 更是备手崇拜 拜榕树为祭娘 也就不难理解了 什么样的榕树 才能成为祭娘呢 当地有人说 成为祭娘的榕树 必须是树林长 枝繁叶茂的古榕树 在阳朔 并不乏古榕 是不是 只要树林长的榕树 都是祭娘呢 这里是阳朔的沙子西村 在村口 我们见到了一棵古榕 这棵古榕树 根如盘龙 疲若烈焰 像个老人捋着长须 究竟的树杆 伸向四周 撑起一片树叶编织的巨网 光从他的体态外形判断 这棵榕树的树林 也在千年以上 但当地老乡 却意外地告诉我们 没有听说 当地人有拜他做祭娘的 而他知道的榕树祭娘 是离这里不远的 那棵榕树王 老人家指的那棵树 就是我们一开始见到的 被祭拜的大榕树 这棵古榕生长的位置 原是高田进入阳朔县 唯一的古渡口 自古来往的人就很多 古榕受到的关注也非常多 周围的百姓相信 人气形成名气 名气则带来灵气 这样一棵众人瞩目的榕树 一定非常有灵气 它能成为阳朔著名的祭娘 是理所当然的 看来名气才是决定 它成为祭娘的先决条件 那么 在那些拜祭他的人眼中 他还有哪些圣名 又有着什么样的神奇之处 神奇的大榕树 在当地流传着诸多神奇故事 而电影刘三姐 和他结下的不解之缘 更是让他享日中外 请继续收看 《祭娘传奇》 大榕树现在已成为文明全国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980年 他作为国家名片 出现在了第一套 以桂林山水为专题的特种游票上 每天他都要接待来自天南海北 络绎不绝的游客 这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游览 可不仅仅因为游票 而是另有原因 大榕树旁有一条小河缓缓流过 小河对岸平地拔起一座小石山 中间的山洞是透空的 就像一座石门 可以让人随意穿行 因此得名穿岩 岩石间就是川岩村 村里的人们通过一条漫水的水坝 或者竹筏来往于两岸 古荣也因川岩村得名川岩古荣 川岩古荣的来历 在当地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它是隋朝正式设立杨朔县 修建杨朔县城的同时种下的 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风吹雨打 至今屹立不倒 也有传说说它是天上的仙女 游走桂林 来到这里 喜爱这里的风光秀美 化作一棵大榕树流了下来 不管哪种传说 都让当地人相信 这棵历经千年的大榕树 具有非凡的力量 是一棵神树 有了神树的说法 自然就有一些神奇的故事 被流传开来 它神像是哪里的 我们村里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那家的老头是成肚的 看到树上的掉了一杆 一杆树下来 它把那树子拿回去烧 烧了以后了 它现在那个神树 已经四十岁了 就昏昏地呆了 脑筋不清水 所以人家就说 你烧了这个榕树 榕树它是神树 它会作怪的 神乎其神的说法 虽然口口相传 但谁也没有见到 我们只能从这些故事里 体会到当地人 对川岩古荣 那种原始的敬畏心理 和人们的愿望 在大榕树身上的折射 众多的传说 都给大榕树在当地 带来了较高的知名度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它的名气 从杨朔走到了全国 川岩村的唐火发 在川岩渡口灌烛阀很多年了 他告诉我们 大榕树也是割仙刘三杰定亲的地方 1961年 王文秋 扮演刘三杰就在我们这条江 在大榕树下抛修球 大榕树是神树 也是爱情树 刘三杰 他按牛哥的时候 就在这里定性的 电影刘三杰 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 片中悦耳动听的歌声 与美丽的桂林山水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曾经风靡全国 影片中 刘三杰和阿牛 在树下抛修球 定情片段里的那棵大榕树 就是川岩古荣 其实 老人杰丽祥指出 他做群众演员扮演的 那个角色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 也没找到 然而 虽然历经五十年 老人当年能够参与影片拍摄的 那种幸福感 依然悦然脸上 我喜欢他擦三杰 多谢鸟 多谢鸟 四方归并肯 我既没有后擦绑 只要三个亲亲人 亲亲人 谢谢 谢谢 电影刘三杰里 大榕树下 以你的风光 加上缠绵的情歌对唱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榕树 一下从杨硕 走到了全国人的面前 一举成为明星 大榕树在当地人的心目中 又多了一个含义 爱情树 电影播放之后 唱山歌成为村民们的一个喜好 也是今天游人们到这里游览时 最想看到的 虽然没有刘三杰的歌喉 面对这大榕树 面对这清澈的河水 游人们还是想听听 唐火发和李金凤 两位百度老人 原生太太山歌 在祖宗节后的第三天 我们又来到那天 到大榕树 祭祀祭娘的张景山家里 护主张景山 正在做出摊前的准备 张景山现在在大榕树 做着猴子和游人合影的生意 每天出摊前 他都会给猴子洗澡 看这个猴子怎么抱 怎么弄到行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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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救他就引起来了 我把它擦干净 擦干到水还要把它吹干 不然这种天气才有点感冒 我给它喷的是 是我们 这个桂林的一种香水 就桂花香水 这个闻起来 特别有特色 因为我们桂林种的桂花素多 随着电影刘三姐的放映 大榕树的形象飞升中外 使这棵树成为全国最有名的风景点 乡亲刘三姐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态 川岩村的村民 现在只有很少部分的人还在种地 其他人几乎都在大榕树景区做生意 老人们在这里编织传统的草鞋 做绣球 或者看管竹筏 年轻人大多进行照相 出售旅游纪念品 餐饮之类的工作 村民们慢慢脱离了传统概念里的 农民的生活半程 半上半农的生活 对许多人来说都还比较满意 张景山从2000年开始 用训练过的猴子和游人合演 他告诉我们 这个生意的收入很可观 平均每天有几百元的收入 依靠景区的收入 生活有了极大的改观 生活发生的巨大转变 让大榕树的身份 在当地人心目中又增加了一层 他现在不仅是风水树 长寿树 电影中的爱情树 还是名副其实的摇前树 电影中 刘三姐在树下将定情的绣球 抛给阿牛的这一幕 曾感染了不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 大榕树见证了美满的爱情 自然而然的 很多前来游览的游客 都会入江随俗 在大榕树的枝条上 绑上一些红绳 或者红布条 以求获得美好的祝福 然而我们发现 川沿村的村民 却对这一举动颇有意见 现在这个旅游营 绑起这些东西 我们村里面的人的评论 好有意见 为什么呢 它绑到那些 有些是线 有些是尼龙 搞得浪气保重 不好看 因为那个线呢 是这样子捆着那根树 就像一个营养 我把你的手机头捆到 那个学末不同 游客的心愿可以理解 但对村民们来说 大榕树已经是 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他们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保护大榕树的那种急切心态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单是川沿村 整个阳朔都将保护大榕树 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阳朔地方设立了专门机构 对大榕树进行管理 和保护 近些年来 也曾发生过 断肢 虫害等问题 每每都成为 阳朔的焦点事件 但在人们的精心呵护下 大榕树越发茂盛 充满着活力 如今 当我们再去观看 电影刘三解释 会发现 五十多年前 电影中的大榕树 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 电影中的大榕树只有一个树干 树冠也没有现在这么大 今天的大榕树 树高十七米 树冠的覆盖面积 足有一千二百多平方米 大树主干的周围 还生长了很多植物 远看就像一片树林 难道大榕树下又种了新的树吗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些不是新树 这是大榕树子孙满堂的奇观 那些植物是大榕树的气根长长的 榕树的树枝上会生长出一种叫做气根的虚状根 一旦长到地面 会深深扎入土中 成为真正的根 给大树传递养分 并起到支撑树干的作用 时间久了 长成的气根会慢慢像树林一样 围绕在大树主干旁边 这也就是榕树独木成林特性的由来 那么 川岩古荣的气根长成今天这样 是自然形成的吗 当地人又告诉我们 这些是当地百姓常年人工饮植的功劳 川岩村的村民张世杰 为我们演示了气根饮植的方法 榕树的原始气根自然状态下 只能依靠树枝和空气中的水分成长 生长缓慢 很久才能到达地面 并且容易枯萎 当地人用主管将饮下的气根装起来 再装入泥土 就帮助气根创造了一个如同到达地面的生长环境 气根通过土壤和树枝吸取养分 同时得到了主管的保护 很快就会成长起来 两年多 气根就可以长到小树粗细 发挥支撑树干 为大树供养的作用 气根引直 可以人为的让气根长在树干需要支撑的地方 是保护大榕树枝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地人说 帮助大榕树的子孙早些自立门户 就是要让大榕树子孙满堂 永远长青 大榕树的一天开始了 张景山的一天也开始了 在景区的工作 让张景山成为新一代的上班一组 核影生意的收入 已经让他盖起了两栋小楼 他计划将来在大榕树景区开架农家乐 让自己更充实 更快乐 张景山和他的乡亲们 如同中国现在大多数农民一样 在环境变化中 收入方式变了 生活品质变了 他们适应着改变 并从中得到了回报 依然保留着的是中国农民的淳朴 善良 还有知足常乐 人们现在祭拜大榕树 更多的是为了感谢 因为一千四百多年来 这棵树从没像今天这样 带给他们幸福的生活 而这棵树在漫长岁月里 见到了杨朔的诞生 注视着川岩的变化 见证了一部经典影片的成功 一部电影改变了他的命运 而他又改变了人的生活 今天 这棵树依然和这里的人们相依相守 宛如一位母亲 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儿女 继续着一棵树书写的 济阳传奇 这是一场值得你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飞来观看的演出 演员却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渔民 舞台上他们演绎自己的生活 生活中他们又置身怎样一个舞台 欢迎收看走遍东国杨朔系列之 印象无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